現在微整型非常的流行 不過我們要提醒您 台北市有一名30出頭的女性 在一年之內做了割雙眼皮 抽脂等手術 結果竟然因此麻醉藥上癮 醫師就提醒手術之前 還是要多做評估 以免為了變漂亮把身體搞壞了 鼻子變挺 眼睛變大 現代人愛美做整型手術 稀鬆平常 但小心整過了頭 造成麻醉藥上癮 在台北市有名32歲女子 短短一年內抽脂 割雙眼皮 雷射磨皮 大大小小的整型手術 就做了15次 幾天前到醫院割子防流 要求全身麻醉 才被醫生發現 已經對麻醉藥上癮 我們說局部麻醉就可以做了 那他要求要全身麻醉 那我們覺得 這中間有問題在 那這個病例進來的時候 他的眼神是比較閃爍 然後走進來人也是有點 不是很平穩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懷疑他是毒品上癮 麻醉成癮是藥物成癮的一種 會使患者產生新快感 造成中樞神經系統的反應基準改變 覺得用藥量或頻率不足 持續想要增加 醫師提醒 進行小型整型手術時 不要全身麻醉 風險降低 也比較不會對麻醉藥上癮 平常大概是做鼻子啦 簡單的抽質啦 有的甚至做雙眼皮 如果是急不麻醉 應該這個都不會 那個就是對中樞神經的影響不大 整型目的是為了讓自己變美 所述前多做評估 選擇合法診所 才不會為美傷身體得不償失 UDN TV 岳佳妮 李宗憲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